欢迎收看古海老船长 最近看我视频的人越来越多 为啥的蜜呢 很简单 因为我讲的是人话 我不是在这边讲鬼话 对不对 你看很多的节目 你看了老半天 他永远神准 那你是他的会员 你永远输死 这个是不对的 对不对 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 这一集可以说是会非常的完美 什么完美 就说在于股票市场的教学上面 一个经典 老船长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开什么玩笑 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已经很久没有到怎么样 全台去演讲 我就把这一集的内容 送给全台的好朋友 那你记得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点赞分享给你所有 有在做股票的朋友 老船长真的那么厉害 你可以试试看 看我分析的 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盘我保证大家已经昏倒了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它的内容是相当的怎么样 复杂而且高深的 可是我会用最简单的话术来教你 你学会之后你这一辈子会很受用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你要拿笔记本出来记 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要先看大盘 大盘大家 看的姆萨长 老船长 今天涨76点 到底是空头还是多头 那你放心好了 市场上 众说纷纭 你都不要相信 因为没有依据 一定要有依据 依据要用什么方法 科学的方法 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就用人工智能电脑运算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加权指数 我们改一下 改红色的 因为今天是上涨的格局 看到没有 好 加权指数 今天涨76点 小红K 但是注意 注意 注意什么 老船长 这个 短线 依旧空头 长线 依旧空头 奇怪 老船长 今天早 尾的 长短都是空 这个很正常 空 我现在讲的是大盘 我们还没有讲到个股 所以你要分细部来看 做笔记 大盘是空头 没错 但是呢 今天的指数是上反的 也就是说什么 它不是一个很强势的空头 老船长 我懂了 各位做的不是指数 对不对 所以各位关心的是个股 个股里面就有学问 在这个空头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做多 可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 很多股票今天是大涨的 老船长什么意思 这是我教学的重点 虽然 这个架构是空头架构 但是有些个股它比大盘强了 一句话就讲完了 那这些股票 它必须符合 注意听 往往它都是长线短线都符合 对 红船长超盘系统的多头 不相信 我们现在立刻来举例 我慢慢把你带懂 这一集很重要 来我们首先先看这一支 这一支叫莱德 大家可以注意看 莱德这档股票 你可以看得到莱德它的短线 注意 对不起 我们改一下颜色 既然人家今天涨 我们就改多 漂亮 莱德今天短线是怎么样 多 长线也是多 奇怪 大盘长短都是空 你莱德长短都是多 请问宪法有规定 不可以吗 好像没有 好那就是可以吗 所以就是回到我刚才跟大家的教学的内容 很重要 以后你就会懂 那么这一档是2349的莱德 也就是说 在这个大盘空投架构之下 你要去做多的股票 它必须要怎么样 长短线是多头的 那我昨天的节目一直警告很多朋友 我说你不要乱杀股票 你盘中在那边黑白台 对不对 黑白杀 管他妈妈嫁给谁全杀 莱德你昨天杀完了 对不对 昨天看一下 昨天莱德短线多 长线多 你昨天把莱德干掉做肥料 老船长你不知道 莱德昨天好像公西 好像要抬抬抬抬抬 开玩笑讲 中长黑 对不对 这个不杀怎么行 接下来要这样 请问一下接下来有没有这样 没有 结果是这样 万一下个礼拜再这样 你不是要跳海的吗 对不对 千万不要跳海 要爱惜生命 那我们来看一下莱德今天的走势 很漂亮 三个字 看到没有 对不对 那我昨天有没有提出警告 有 你看我昨天的视频 星期四的 我说不要乱杀股票 很多人还听不懂 老船长你都说大盘长短线 都是空头了 对不对 怎么不杀 我昨天要去工会上课 很抱歉 我说过情包行 我节目讲的比较简短 那是不得已 我今天比较长的时间 我慢慢讲给你听 你就懂了 所以以后要不要乱杀股票 千万不要 你说老船长 这个莱德 这个比较偏激 这个公司亏损 那我们举赚钱的公司来看 2481 不是2481 按错 对不起 强茂 我们来看强茂今天的涨幅不多 两个percent 各位看到没有 他今天的涨幅只有2% 发音标准一点 2%要乱来 强茂这档股票最近有没有跌得很惨 有哦 你注意看哦 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了 老船长什么神奇的事 你注意看哦 哇 这一支股票 老船长你看哦 要崩盘了啦 从这边开始 昨天我们不要听老船长 我们照样把他杀掉 那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 我们讲昨天 昨天对下来 杀得要死不活的 短线多 长线多 所以呢 昨天杀到底 最佳买点 老船长 难怪好难操作 我们认为要跌死的 今天不跌 你看莱德也是 是不是 哦 结果你看今天强茂 还是短多 长多 哦 我分析到这里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复杂度 比较高 对不对 等一下我给各位看更精彩的 你要拍手 怎么样 掌声鼓励鼓励啊 真的假的 老船长 你注意看哦 现在我麻烦你 全神 贯注 这个你看别的节目 没有 他自己都昏了 这个到底都还空 搞不清楚 胡说八道 一大堆啊 不相信你周末 假日 比你比看 谁的节目 比较有水准 我们现在来看你们最想看的 2492 哦 华星科 老船长 你把话讲清楚 这个华星科早上开盘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就这样 注意看 砍掉好了 怎么又拉上去 那你是不是很想使给他看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请你注意 我就给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看 注意哦 好 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档股票 没有错 他的名字就叫做华星科 对不对 那么华星科你要注意哦 他在礼拜四的时候短空哦 他短线走了这么长的多指 结果昨天 yes 今天 短空 今天老船长 他最后小掌一咪咪 可是怎么样 可是我告诉你 短线 还是空 那你的意思就说 这股票完蛋哦 也不是啊 你注意看 精彩的就来了 长线 红船长二讲的是长线 长线都是多 看到没有 管你昨天今天都是多 好 来了 断空 长多 代表这个股票 他现在在怎么样 拉去整理 明白我的意思吗 难怪老船长收盘只涨一块钱 所以这个就是学问 那你如何把大盘 个股 分析的这么清楚 分析的这么清楚 这么明朗化 莱德 哇 很强 长短多 华星哥 短空长多 就整理 真的耶 不相信 不相信 没关系 很多观众都觉得我是乱讲 那我们看这一档 六四八八 好 我们看清楚 六四八八 你认不认识啊 老船长 我们知道涨四块环球金啦 对 环球金你要注意咯 来 他更早前天短空 昨天短空 今天 是短空 老船长你把话讲清楚 今天短空为什么涨四块 那你有眼睛看一下 拜托好不好 长线都是多 我们涨这么大做股票 我们今天才明白 原来大盘跟个股 个股没有分怎么 两个空 两个多 一多一空 老船长 好复杂 好复杂 对 所以为什么我请你们安装 红船长 超盘系统 因为你如果一定要做多 这个盘 可不可以 可以 像莱德这种股票 两个都是多 对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多环球金 或者是华星科 因为我的老师在节目上表演 被动元件 戏经元 结果 好 那你不服气 我们来看 2492 对 来看一下 华星科 你做多 你赚得到钱吗 对不对 那你做多莱德 你赚不赚得到钱 那你怎么分别 莱德 跟华星科 就是看红船长超盘系统 对不对 一个是这样 各位看清楚 哇 好棒棒 长短多 这是莱德 对不对 莱德 圈一下 好 我们转到华星科 对不对 你看这怎么比 是不是叉叉比鸡腿 哇 长多 没有错 问题是来 来 问题出在这了 短空 华星科 所以 Your teacher 你老师 他没有办法分辨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告诉你 这个地方拉回我们就是要买 他还要买 你常常看节目他们都说他们还要买 请问他是叫会员买还是他买 当然是会员买 会员已经套在高纲上 他说他还要买 反正怎么跌他都还要买 所以这样的节目是表演性的 你懂吗 会员没办法买 你去看这个周末家 都告诉你还要大买 永远买 过去的空头大叔兄 二叔兄 通通都做多了 他们做多呢 带你买的股票呢 是最近怎么样 耗牢 而且不会涨的 真正会飙的 像这种莱德的 他不会叫你买 听得懂吗 不管是黑猫白猫 只要会抓老鼠的都是好猫 对不对 你管他妈妈嫁给谁 你要的是赚钱 对不对 你不要跟那种一成不变的分析师 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 老传统还有重点 当然有重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你不会选股票 怎么办 来来来 你来 这边有一个叫情境 看到没有 把它圈起来 你安装了这套系统之后 你只要用你的手指这样点一下 就会出现亨达头部 然后你把红船档点下去 他就跳出来 弹中他就会帮你选股 一千几百档 他把你缩小成六档 以今天来讲 那这六档里面的话 我们找比较大支的来操作 量呢 也怎么样 大档 我们现在用眼睛看就知道 这一档叫什么 叫友训 看到没有 这档叫友训 圈起来 为什么呢 它的量最大 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六 所以盘中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 帮你选出来友训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友训可不可以买 在这个地方 今天盘中选出来 有安装的朋友帮我作证 好不好 造假赔五亿 八千万新台币 看到没有 友训 今天盘中这边帮你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量又有够 又有大型股 不啰嗦 买进去 砰 砰 锁起来 你在这边买 请问你当冲这边可不可以嘎 可以 所以礼拜一发生什么事 我不管 我现在已经赚到钱 可以把它嘎放在口袋里面 那你要贪心可不可以 我们就要赶快来看 可不可以 好 今天 友训 注意看 友训 看好 它的短线 它这边有稍微震荡一下 一下空下多 但是它今天短线 不用讲 一定是多 长线你看它已经多投很久了 所以你说我一定要流仓它可不可以 我认为也是可以 没有问题 你今天当嘎了 是不是赚五个percent 很棒 对不对 好棒 老船长 这套系统这么好用 我们赶快来装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的散户朋友也是很会腐烂 就是说说一套做一套 这么棒的系统可以从大盘让你知道是多空 个股让你知道是多空 是整理盘还是强势的 甚至还有都是绿船长 对不对 那我有跟你说礼拜四要打这个电话 我有没有讲 老船长你有讲 但是我们没有打 我知道了 来 这个电话我请你礼拜四打 对不对 然后QR Code我请你礼拜四照 对不对 好 你照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股票是红船长还是绿船长 重不重要 我今天这一集分析完了 你觉得重不重要 所以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到底短线是红船长还是绿船长 长线是红船长还是绿船长 你搞不清楚 所以你不要乱杀 你也不要乱买 你不要去买那个怎么样 一边多一边空的 那个涨幅不会大 你要买两边都是多的 老船长真的是我们今天开眼界了 而且你说人工智能电脑选股 我们真的发现好棒 一千几百档帮我们选出来 今天选六档里面有两档拉到涨停房 造假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本节目内容所言 说好不死 我下十九成地狱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十几年来投顾业没有人敢比照 有 我退出投顾业 好不好 我的节目传给朋友看 这一集太重要了 这种教学让所有的散步 大开眼界 就是说你的感官大开 你觉醒觉悟了 原来科学才能帮我们分辨得那么的细腻 对了 人是没有办法的 你现在的遭遇我知道还跟着猪脑袋队长带着你 对不对 然后每天他节目表演大专 你还在等几套 对不对 那你看我没有红船长操卖系统 想要套牢很难 赚钱那是常常有的事情 你看我的视信就知道 好不好 越来越多人看我的节目 代表什么 我相信真的 当一个人他有才华的时候 他是埋没不了 时间问题 老船长你在讲你有才华 不是 我的才华来自于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是科学时代 我们相信科技 不是我老船长什么了不起 而是人工智能 电脑运算选顾 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今天周末假日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一定打电话 一定填表单 QR Code照相来填表单 你的所有的股票 利用这个周末假日 看一下 这个地方非常的复杂 大盘跟个股 都有不同的走向 用电脑来厘清 千万不要 请你提供花 不要再问You are a teacher 好不好 感谢你的收看 当然你要直接安装 我是恭喜你 三个字 好不好 下周一我们继续来验证赚钱 拜拜 默hab 看到 直辈室